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把家庭生活在镜头前,曝光其实压力不小,不过父母才是真正最了解小孩性格的。 据报导,Mode Tocos接力赛赛是全长174公里,且跑者将一人独跑18公里,难度非常高,秀杰杰平时就热爱跑步。 最近,积极为这场赛事,做准备,而被问到是否找太太贾静雯一起跑。 她说,这次赛到了有点折磨,先让她好好休息,言谈中露出对太太的宠爱。 而贾静雯带着女儿步步,以欧流参加的中国亲子节目,妈妈是超人日前播出完毕。 秀杰杰透露,将教育女儿的方式展现,在镜头前,被大家检视其实压力很大。 不过,她不会去看网友评论,因为她们才是真正与女儿相处24小时的父母,最知道小孩真实性格。 秀杰杰还说,现在打开DOOGLE的,都可以看到孕儿精,但不见得适用于每个小孩。 除非世界上只有ABCD这四种性格小孩,认为教导小孩还是得用自己的方式。 秀杰杰出席代言活动,翻设字秀杰杰脸书,秀杰杰和贾静雯遇有两个女儿。 翻设字贾静雯脸书,秀杰杰又和贾静雯家庭生活幸福。 翻设字贾静雯脸书。 翻设字贾静雯